他就覺得我好累好累 怎麼辦這個小鎮哪裡有好吃的 這時候他想到哪裡有 因為聽說這個小鎮外面的農場 有一座很大的那個農場 那個裡面有東西可以吃 來 可是呢 剛剛走到這邊的時候 他站到農場裡面的東西在幹嘛 他們在幹嘛 對 睡覺嗎 吃東西嗎 看書 看書嗎 好 繼續來看一下 他們確實在幹嘛呢 他們在看書 很重要的 在看著書 在陽光底在看著書 這個時候呢 太野狼了 就要跑過去跟他們講 說我要來試你們的 可是 這幾隻 牛啊 豬啊 小鴨 完全都不理他 為什麼 這樣看書看著太認真了 小豬甚至還講 你太吵了 你要出去了 趕著打擾到我看書了 所以請你離開吧 大野狼很能不能離開了 所以 他決定了 我要去 好好地讀書 我要當一個是有教練的 他去哪裡讀書 學校 對啊 我想 你們如果搬上來 大野狼會不會嚇死 會 會 會 可是 你看他們沒有被嚇到啊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大野狼 好認真的不出 完全都沒有要聽他們的意思 而且 大野狼做的還很好 那個時候 他又回到哪裡 他又回到我上 他要給他們看 其實我現在不錯了 他就很大聲的 拿著書 走進去 大聲的念著吃 這個時候 他們有沒有比他 沒有 他講 那個恩命 對 因為他們覺得 你還是打擾我了 他就不能好好的看著書嗎 這個時候 他們就跟他講 大野狼 你還是太吵了 你可不可以用你自己的風格呢 然後 大野狼狼又好傷心了 他又離開了農場了 他又走到哪裡去了 你離開 他就是去哪裡了 去哪裡 去哪裡 好厲害喔 你們猜對 他去農場 他很用功的把 無數國民的每一本書都唱 超級厲害 那你們有沒有辦法 那你們有沒有辦法 學校的每一本書都看完 可以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絕對可以 有六年的時間 讓你看 他也很厲害 你看 他還戴著一個眼鏡 他已經看到這樣子了 戴著眼鏡 他已經壞掉了 對啊 那個時候 大野狼 又回到樓上講故事了 可是呢 有人會聽嗎 有 對不對 他一樣打開來講故事 但是呢 小豬還是跟他講 你講的故事不好聽 你可不可以再好一點 這時候 大野狼就覺得 你怎麼又這樣講我呢 唉 大野狼只好呢 又把書收起來了 他又離開了 他就決定了 他身上有什麼 線 對不對 你們有經過喔 他就把錢拿去的 哪裡 這裡哪裡有 什麼地方有書 有書 可是不不不不不書啊 不不不書啊 不不不書啊 不不書 他去書局怎麼樣 買了一本他最喜歡的書 他好好的把它看過 好好的唸他 那個時候呢 大野狼又回到哪了 好啊 不錯 你們很好 來 他回到樓上 他唸故事了 他這次很用感情的唸他 結果你看 有沒有人願贏 有 對 對 動物是不是就來贏了 就像你們那些 可愛的 小朋友 還會講動物 然後你看 他是回過感情的唸故事 然後呢 小鴨鴨 小豬豬 他們都在唸 他們就在大野狼說 哇 你講的故事 真好唸啊 然後呢 他就說 你看 他們聽到怎樣 怎麼忘我啊 他們就跟大野狼說 你講的這個故事太好聽了 我覺得 你應該去小鎮 講給誰聽 小鎮 對 結果呢 大野狼呢 他就走 飛小鎮 他去講故事給各位的小朋友 跟大人 有沒有看到 有啊 大洋那邊泡多個小朋友喔 有沒有 有 有 對啊 動物在這啊 對不對 因為他第一開了農場啊 對不對 魚 鴨子 鴨子 到底在這裡啊 對不對 因為呢 大野狼他會講 超條的故事 超評 比好評 就像你現在跟我講故事 我講完了 沒有給我拍拍送 謝謝 好 好 請